小凡啊 你老婆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 你打算把她怎么处理呀 还能怎么办呀 只能精心伺候她了呗 你老婆的车祸赔偿款到了吗 刚刚联系过了 对方说这几天内转到我的账户上 你老婆的赔偿款是不是也得几百万了 你还这么年轻 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难道就一辈子跟这么一个废人耗下去吗 准备让她一直这样拖累着你吗 妈 我老婆贪上这种事 我也很无奈啊 我能有什么办法 而呀 妈现在岁数也大了 而且身体又不好 一天到晚还得伺候着她的吃喝拉撒 妈也吃不消啊 我看这样吧 等过两天赔偿款一拿到手 你还是跟她离婚吧 把她扔回她娘家去 妈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 我们好歹夫妻一场 我怎么可能喊得下心跟她离婚呢 你让我跟她离婚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小凡啊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她一个不能动的废人 你老想着她干嘛 三天后 妈 赔偿款到账了 一共赔了三百万 真的是太好了 妈活了大半辈子 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咱们家总算是熬出头了 从今以后 咱们有好日子过了 小凡啊 现在赔偿款到手了 你就听妈的话 把你老婆先送回娘家去 然后再跟她把婚礼了 妈这样做是不是太绝情了 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咱们现在已经有钱了 还养着她这个植物人干什么 你有这么多钱 再去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不好吗 小凡没有理会母亲的话 直接出了门 以为她是个没主见的人 不过一会 在部队里的小姑子突然回家探亲 妈 我回来了 宝贝女儿 你回来怎么也不跟妈说一声 那妈好让你哥去火车站接你 你哥刚好出门去了 我这就给她打电话 我这次也是临时有任务路过家里 顺便回来看看您和哥的嫂子 你先去休息一下 妈现在就给你准备饭菜 做你最爱吃的酸菜鱼 妈 我大嫂现在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好转 好转啥呀 每天还不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还让人伺候着 随后 小姑子来到嫂子的房间 一股难闻的气味立马飘了出来 整个房间里简直就是臭气熏天 看到这一幕 小姑子瞬间就怒了 妈 你闻闻这房间里什么味道 断成什么样了 我嫂子她这样的环境能好起来才怪呢 母亲听着女儿的一通训斥 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大哥也回来了 哥 你回来得正好 我问你 你就让你媳妇住这样的环境吗 你还是个男人吗 小妹 你怎么回事啊 一回家就训斥妈和我 房子不就是脏了点吗 我一会收拾一下不就完了 只是脏了点吗 我记得上次视频的时候 嫂子虽然躺在床上不动 但脸色至少有点红润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个样子 瘦成皮包骨了 这才多久啊 你们是怎么照顾她的 你们简直就是虐待 她可是你的媳妇啊 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人在做 天在看 你摸着良心说 嫂子以前对家里的贡献有多大 她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 如今她出事了 你们就这样回报她的吗 我们家那时候一穷二白 你们结婚 她也没有嫌弃你 啥也不图地嫁给你 这些年我不在家 咱妈生病卧床不起 都是我嫂子无微不至地照顾的 忙前忙后地伺候着妈 难道你忘了吗 当年家里穷 我读大学的时候 还是嫂子起早贪黑加班加点的工作 又回娘家东拼西凑的 最后我才能继续完成学业 她对我的好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你自己好好想想 自从我嫂子嫁过来后 你为了这个家做了些什么 我嫂子她又做了什么 你结婚后 整天不是在家玩手机打游戏 就是出去跟一帮姑朋好友喝酒 打牌心情好点的时候就找个临时工单几天 孩子孩子你不管 家务家务你不做 都是我嫂子一个人担起这个家 你难道心里没数吗 好了好了 你个死丫头 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你就少说几句 那人现在都这样了 确实给家里添了不少负担了 妈 什么叫负担呢 你这么说 良心不会痛的吗 前年你生病了 去了好多医院也没有结果 当时你都准备放弃 治疗了 最后还是我嫂子一直劝你安慰你 但你四处求医问药 终于找到一家可以治疗你的病 但是咱们家里又没钱 最后又是嫂子从娘家借的十万块钱给你出了费用 才给你治好 要不是我嫂子一再坚持 恐怕你嫂就嫂子 对你对我都有恩啊 为了这个家付出那么多 如今你们就是这么回报她的吗 当初你们都反对 我去当兵 说还不如去工厂找个班上算了 嫂子家里爹妈前两年刚走 娘家也没有亲人 我们就是她唯一的亲人 你们一个是她的丈夫 一个是她的婆婆 你们这样对她 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我嫂子为什么成为植物人 你们心里还不清楚吗 你们就不知道反思一下吗 她要不是为了这个家 生活过得更好 她也不至于每天骑个摩托车 骑早贪黑的 去那么远的地方上班 大哥 我嫂子要是像你一样 每天待在家里 什么事也不干 她会在路上被车撞吗 小姑子一连串的质问母亲和大哥 两人默不作声 没脸反驳 只好站在房门口听着 闺女啊 你说的这些 妈也知道 但是现在你大嫂摊在床上又动不了 我现在岁数大了 身体又不好 实在是没有能力再照顾她了 妈 你那都是借口 你们两个人在家如果稍微用点心 也不至于这样子 你们的做法太让大嫂寒心了 我这个做小姑子的都看不下去 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了 大哥 我大嫂车祸的赔偿金多少钱 三百万怎么了 闺女 你问这个干嘛 我想好了 等我这次任务执行完回部队 我就叫一辆车把大嫂接到我们部队医院进行治疗 闺女 不行了 可不能花这个冤枉钱呀 怎么不行了 你们是想这么把她耗死在家里吗 我告诉你们 我绝对不允许你把她送到医院里治疗 到时候又要花钱 那可得多贵呀 我们本来是想用这个钱在城里买套房子 多余的钱再给你哥找个媳妇结婚用的 可不能白白浪费在这个废人身上啊 妈 你说这话还有良心吗 我都怀疑你还是不是我妈了 这笔赔偿款本来就是赔给我大嫂的 不是给你们拿着到处去挥霍的 只要我大嫂还有一口气 她就还有一丝丝希望 你们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等着厌弃呢 多的话就不说了 人我必须带走 钱也必须专款专用 这件事我做主了 你们不答应也得答应 明天一早我就喊车过来把大嫂接走 还有 妈 大哥 赔偿款的钱你们最好一分也不要动 这个钱只能用在大嫂的治疗和康复上面 如果大哥你要是敢拿这笔钱到处挥霍 那你就别怪我当妹妹的六亲不认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而且还会起诉你 女儿啊 不能够啊不能够 你把钱拿走了 我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家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呀 你好好待在部队工作 家里的事情我和你哥会处理好的 你们自己看看这个房间 看看我嫂子 房里脏得像猪窝一样 我嫂子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处理好吗 我不跟你们谈任何条件 我也不想听你们的任何理由 我已经决定了 必须按我的说法去做 朋友们你们支持小姑子的决定了 一起在评论区聊聊吧